歐威爾他這個人他其實他沒有活很久 1903年出生1905年去世 那他有趣的就是說他自己 其實有人一直說他的出生 他的出生其實應該算是英國殖民地的 啊不是中產階級的中相 所以他們家是中產階級 可是是屬於中相林層的 那他母親是木材商之女 其實一直有人在研究就是說 他有沒有緬接血統 那其實他的外祖母就沒有緬接血統 那他小時候就跟著回英國 伊頓公學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英國王子都讀哪裡 所以他其實也讀得不錯 但是他也因為家計 就是因為他們家是中產階級的中相 所以他就決定去投考當公務員 就去考資林警察 然後其實當時候那個整個緬甸加印度加起來 那時候沒有緬甸那個字 那時候叫英屬印度 所以緬甸是印度的一部分 那其實去印度是比較好的選項 就是你成績好的都沒有要去印度 可是我為了去選擇他 去選擇說我要去緬甸 唯一的理由是我有親戚在那裡 就好像是他的外祖母是住在那裡 所以他後來就直接就到了緬甸 那他在緬甸之後等下後面有一小段 他在緬甸的更細的那個經歷 然後他在1922 大概五年多 1927年他就休假回緬甸 來回英國之後 就決定再跟我去 他反而就在英國本島跟歐洲之間 就在一些更中下 就是很社會底層 擔任一些非常勞力的工作 在了解底層社會的事情 然後在1934年到32年之間 他出版的緬甸書域這本書 這本書的出版其實有爭議 等下我後面會講 其實他先在美國出版 像英國人 然後後來因為他裡面的 緬甸書太詳細 會有涉及誹謗自寫 所以當初的英國出版商 沒有人敢幫他出版 所以他就一邊過著寫作 然後還當大臥電老闆手 那1936年 就西班牙內在 就是反佛王民國的兩個勢力在打戰 那他就加入了西班牙內戰 然後去了第六週 就被一顆子彈射中火龍 那樣子 所以那也是 也是他一個很 對他日後健康狀況很嚴重的事情 那也因為他在這個 加入西班牙內戰 他被認為是脫洛斯基 就是脫洛斯基是史達林的死對頭 那其實就寫在東農莊裡面 所以他被認為是屬於脫洛斯基那邊 而被史達林的特務 遭到滿嚴重的追傷 所以他 後來他就又回到英國 就開始他的寫作生涯 包括他寫中下工人的實況 以及描述西班牙內戰 然後1941年 他接受BBC的職務 擔任二戰的報道 然後也見證了 然後後來也擔任工黨 問談報的編輯 他最著名就1945年 他出版動物農莊 其實動物農莊 他看起來很像是 你第一次看你會覺得是兒童獨物 其實非常兒童不宜 這樣子 譬如說是一種兒童不宜的事 那他在諷刺當時的史達林的 真的當時的史達林他的政策 所以其實出版大概才說 那個馬是誰 豬是誰 雞是誰 猴是誰 羊是誰 然後1946年他開始寫1948 其實1948他真的說 拉他非常多力氣 那也因為他就是1948 讓他力氣有敵 那1950年過世 然後過世的時候 其實我們其實外界 可能有些基本印象 我覺得George Orwell 甚至那些比較老的靦腆人 他們都會說George Orwell 是個預言者 其實他雖然在冥甸時待五年 然後其他預言的不止 是他1950年過世 他預言到現在 其實我今天早了 仔細看了他其中一段文字 我發現他還在預言 他一直在預言現代 到現在2016 他都還在持續的預言著 那他這個是比較 他重要的三本書 George Orwell的三部曲 那其他部分都知道 後面這兩本 大家比較不清楚的第一本 就是Burmer's Day 那Burmer's Day 好像你們的店裡面 我沒有找到 因為我發現他沒有繁體 繁體中文版 所以呢 我買了一本解體中文版 那我第一次買 是買電子書 我是在Google的圖書上買到的 我是在用電子版 先看完第一本 第一次 那所以你會發現 他第一本其實是在講 殖民地生活 所以發現這個有個白人躺在這 然後旁邊有個那個 有色人總在幫他散散子 那時候沒有冷氣好嗎 緬甸很熱 要人幫他散散子 所以這是George Orwell 他的第一本著作 其實所以等一下 我接下來的調論 其實我的語氣 大部分都是根據 緬甸歲月這本書 就是大家不那麼知道 就是中文世界不那麼清楚的 George Orwell Burmer's Day這本書 那我譬如講現在緬甸的著作 欸 三次這樣也是做英文版的 哇 你真的好鼓勞喔 好 大家參與 好 我買到另外一本 比較精緻的英文版 這樣子 其實我在2015年 第一次去緬甸的時候 我身上只有這四本書 對 四本書 在我出門都帶書 連去印度都帶書 這樣子 對 然後翁山書記 這本書是在 是在印度年 因為翁山書記很崇拜那個誰啊 甘地的不合作印度 那時候朋友就問我說 那你要去緬甸看甘地專嗎 我真的去緬甸看甘地嗎 對 所以我去的時候 我身上只有這四本書 包括這個緬甸立語群這一本 這本是一本 然後是馬來西亞華小寫的 他 然後你把它當工具書 該不可還不錯 對 那但是他之前有點舊 因為畢竟對這種 變化非常大的國家 這些書其實有點舊 那他去的地方也是一些 蠻經典的行程 就像我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很適合帶 念語形的那本書 那這本不知道大家 因為這本他不知道 為什麼設計成了 經典緬甸 那這個老師 他是個建築師 所以 欸 然後所以他會比較 尤其他到巴剛的時候 他分析 他跟個佛塔 他是以中世紀建築 佛教建築的 這個概念去分析 其他這本書 他也走經典路線 就是當幾個主要大層 可是他從建築的角度看 就會非常的不一樣 那只過了一年 因為緬甸很夯 所以呢 新年文的書 多了很多書 當然不只這些啦 我把大部分大家都知道 都列上來了 這些樓下統統都有 那你可以看前面那三本 那第四本 我個人覺得 他是一本還蠻好的工具書 所以他可能就像一本 高中歷史教科書 但是我蠻常把它拿來看 很好的工具書 可以把書分成評論的書 就是你可以 就是你書分成一種評論 你贊不贊成他的看法 一種你可以把它當工具 就比如說像我在學瑜伽的時候 有基本上哈達經 就是我的工具書 那是聖王瑜伽經 你就把它當哲學書再看 因為看不懂了 好 就去偶爾站英文只有待五年多 那這五年多 其實我這邊有洪框不好表出來 其實他畢業之後 他就先 那時候是海陸好了 搭船 所以他先到陽光 然後到陽光之後 他先到曼登 先去警察學校受訓 當然他那些警察學校 統統都沒有了 然後1924年 他分發到伊或瓦尼獎 伊或像在這裡 那看到這邊有一個群 就是那種線 有點就是三角洲 就是那個 那個沖刷淤積的那個地方 對 淤積就是你河流大河 沖刷淤積 這個就是伊或瓦底江 就在這裡 而我現在在學 敏甸語的老師 那個葉老師 他就是從這裡來的 敏甸華橋 那伊或瓦底江其實那時候是 就是 就是 阿瑪有去找資料 就是說他有去翻那個時候的 英國的 治安報道 殖民地治安報道 那時候伊或瓦底江的 治安非常差 就到處都是那個 燒賭 就是搶奪 殺人奴虑 他的強盜 之類的 所以 其實歐爾到這邊發現說 他站在 最基層警察 要面對最暴力的狀態 其實他對他的衝擊也非常大 那之後他就被掉了 2015 永勝監獄非常有名 我那一次上搭飛機 唯一那一次 我一搭上飛機 一升上緬甸 唯一看到的地方 就是永勝監獄 他就是一個有點像 像緬甸那個 古代那個樓房 圓形那個監獄 非常大 裡面可以轉起簽名的政治分 那永勝監獄 當然裡面也就是 通常都是最暴力的犯人 然後永勝監獄之後 他就掉到這個 下面這個 謀難免就是我去的地方 那在謀難免 聽說做了一件事情 大家都是聽說 可是大家都很肯定 聽說他射殺在一坨大象 就是說那時候大象是 比一個奴隸還要值錢 大象也很重要啊 就是他可以扛貨物嘛 他可以勞動嘛 那而且大象 他就有隻大象 就被人家訓養 可是他有一天 大象會抓工啊 他就抓工 在路上奔跑傷人 然後就有人去找警察 然後歐爾的槍法不是很好 他不知道該射 該怎麼去射殺的 這一頭大象 他就射錯地方了 就是把大象 就是在地上掙扎很久 過好幾個鐘頭才死掉 當然那過程非常的殘忍 而且心 就是他沒有讓大象 一槍斃命 也就是因為他射殺一頭 昂貴的大象 他被就從馬拉麵在這 在這嘛 昂貴在哪裡 在這 你知道他被流放 你知道嗎 其實馬拉麵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等一下我會講 他是一個 英國入侵緬甸的時候 就是有點像入侵中國一樣 他從一個地方 就蠶食欽吞 一直往上爬 英國裡是從夏緬甸 1920年入侵緬甸之後 就一直往上就是侵犯上去 直到把國王趕走 就整是殖民緬甸了 所以他就從一個 貓那面是當時殖民政府 非常重要的康扣 雖然那時候 已經不是首府了這樣子 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都市 他從一個 就有點像是你從高雄被調到 馬祖這種感覺 你就大概這樣想吧 因為卡薩真的是一個 超級小的地方 超級小鎮 所以他在卡薩待了一陣子 後來緬甸政府 就把他卡薩的住所保留下來 然後他就回緬甸了 同時也就沒有再回去 一輩子也就沒有再回去 那這個我講過 那其實 Wilmer's Day 緬甸歲月 他有兩條軸線 一條軸線就是 你先想像一個單身 和警察公務員 他在緬甸可以幹嘛 然後這說其實他自己 在緬甸是個警察 他的化身就是佛洛黎 Wilmer's Day裡面的男主角叫佛洛黎 他是個單身漢三幾歲 然後從英國也是伊頓公 他自己講伊頓公去畢業 然後就是到一個幼墓商 緬甸出產幼墓 他就是專門在山林裡面 所以他有住在城市 可是他都要在山裡面 就是啃發幼墓 然後用大箱多於幼墓 然後把幼墓送出國這樣子 所以他在他的住所 他第一個想一個單身漢 他第一個 他不知道他要在緬甸待多久 可是問題是他在英國 也過不到一個好的工作 所以他父母其實是花了 在這故事裡 父母是花了很多力氣 佛洛黎送進緬甸的一個木材公司 所以他在那邊也混了很久 那也都沒有回英國 因為第一個爸媽過世了 他姐姐就出家了 他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回英國 可是他又很想回英國 所以他就一直在幻想說 他在那邊一直發目 然後在裡面跟一些 要不要認為 那時候還是那個白人 是高等人種嗎 遠地人、印度人 都是有色人種 都低等的人種 他們只能當奴隸、當庸人 那但是還是有一些生理需求 所以他有買了一個情婦 叫瑪拉美 那瑪拉美就很常來找他 找他這種瑪拉美就是他要錢這樣子 對,那瑪拉美認為 他認為他是嫁給佛洛里 可是佛洛里是把他當成一種 發洩吧 美理是這樣 那這一棟就是我到 我花12小時去卡薩盆固居這樣子 那那固居現在還可以進去 那明天政府也把他保存得不錯 這個就是他俄羅族的時機 超大 而且那光線非常棒 那 所以他就在想說 誰可以來解救他這個 沒有漫長 因為他們就是每天在 他們有一個白人俱樂部 那這邊就是白人俱樂部的原址 那現在我去的時候 他怎麼封起來了 可是底下有一個像 像這樣 像幼稚園那種東西 就有小朋友在玩 也要老實 那這是俱樂部原址 然後在他們當地白人就會做白人的事情 就是這個club限白人 所以只能白人加入 那他們就有一天就是 英國政府這種 以一致疑的政策 他們想要讓 有教育程度的緬甸人 或是比較高等擔任 就英國政府他在統治緬甸的時候 他的高層官員呢 是白人 是英國人 可是他中階到 往下的中第一岔層的主管 就還是當地人 來當主管 所以說他裡面就有個五波金 就是一個緬甸肥仔這樣子 他是一個當地的人 像法官這樣的人 那另外一個競爭者 也是一個印度醫生 他們兩個在進 就是說緬甸政府想要讓有色人種進入club 那當然就引發你們內部這個 這些白人的憤慨 其實整個卡薩症 就是他們在描述他這個 這個故事裡面 白人加起來不到十個 大概九個而已吧 如果你要把兩個緬甸人跟英國人混血 那麼不算的話 不到九個 那就要討論到底那個緬甸土著 跟印度的醫生 到底可不可以進入這個事情 那 George偶爾跟醫生非常要好 他至少覺得醫生是個文明人這樣子 他非常討厭那個緬甸土著 所以說他第一個兩條軸線 一條是緬甸土著跟印度醫生 競爭要不要進入俱樂部 這是一條中線 第二條就是一個郁悶的佛洛里 他想要 他想想拜了 他要女朋友 他想娶老婆 但是又不能夠娶一個緬甸太太 那在緬甸要怎麼找一個白人女孩呢 好吧 終於有一天呢 跑來一個女孩叫伊麗莎白 她是裡面其中一個白人的侄女 於是在英國撲不下去的時候 跑到緬甸 一個年輕女生 長得還不錯這樣子 所以說當然 在伊麗莎白一出現 他白人裡面的單身男生 全部都瘋掉了 你知道嗎 就直接 裡面就充滿男性和諒 那本書非常的有趣這樣子 然後 他們的娛樂非常的少 就是在Clock裡面就是他們會有一些書 那些書就是兩個月前的英國雜誌 大概你就是在現在在看兩個月前的一周看的感覺 因為他是用海韻 把英國的雜誌跟書報運過來 所以運來已經是兩個月後了 舊的雜誌 然後不然就是 喝啤酒 喝威士忌 但是喝啤酒總要冰嘛 但是因為都沒有冰箱 那冰塊保存也不是很容易 連結都沒有熱 所以冰塊來一天之後就會用光 所以啤酒永遠都是溫暖 然後再來第一次就是 因為白天很熱 所以他們晚上就是晚飯 或他們白人的一個活動就是玩打網球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動這樣子 所以說 他看到佛羅里看到伊麗莎白 馬上就filling out 這樣子一見中氣 他就幻想說他可以追到伊麗莎白 那佛羅里自己有一個很糾結的自己這樣會講 就是說 他看到伊麗莎白 就等於看到一個文明的生活 因為他你想一個單身判在緬甸 他有庸人 可是他的房子就是一個單身判的房子 就是亂七八糟 他的生活也亂七八糟 泡在酒精跟印度跟緬甸女人私混 然後或者是去獨國 就是不知道生活 就是一種很悶的生活 然後也不知道自己 他又隔不去英國 因為他去英國 他過不下去 他只能在緬甸 可是他在緬甸生活 他又不滿意 那不滿意 可是他要繼續過下去 因為他必須在 他要賺錢 那所以他希望有一個人可以來解救他 那希望他就是一個妻子 所以他理想中的妻子 一一三百就這樣出現了 他就會想像說他娶了一一三百 然後呢 當他去那個砍幼墓的時候呢 那一一三百就會陪他 去營地陪他 然後呢 兩個一起在那個營火旁邊啊 就是聊天這樣子 然後他家裡面就會 一一三百就佈置得很乾淨 然後要有鋼琴那樣子 重點是 就是在那個地方呢 讓佛理覺得很悶的就是 其實佛理他認為 他其實是喜歡緬甸人的 可是他不能講 因為緬甸人是下毒人 印度人是下毒人 他不能認為 對 他不能對外界說 對其他的白人說 我 我喜歡緬甸人 他當然可以跟 他跟 他連跟緬甸人講話 都會被白人講話 就是說你怎麼會跟那些人混在一起 你這很怪怪的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連他去跟印度醫生交往聊天 也都被人家疲憊 被一些白人批評 可是在偶爾又認為說 你這些白人其實就是你笨蛋 就是你一群殖民至上的主義 他裡面就有一句很有名的話 就是 白人太太就說 他們哪個奴隸就是 家裡面用了不乖啊 就把他送去監獄 給Divis這樣抽五十遍這樣子 不會乖的這樣子 就是一種上等人同事下毒 可是 佛理 都非常討厭這種概念 可是問題是你不能講 因為在英國是 當時的英國至少 相對而言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可是在那個殖民地的英國 你只能夠講 一起跟著大家講說 喔 緬甸很髒啊 緬甸很臭啊 或者是中國人很糟 印度人很糟 那你也不能夠 你可以去當一個罪悍無業遊民 諾夫 然後你可以當一個很糟糕 挑撥是非私通者 但是你不能夠有一個思想自由 就是說 我喜歡去看緬甸人的舞蹈 我喜歡跟緬甸人交往 它有一個白人薩布規則 薩布就是老爺 就白人老爺 就是緬甸的傭人對 對他們的老闆說薩布 就是教老爺 就是薩布這樣子 那太太就是薩布太太 就被 他們有一個白人薩布規則 所以你不能在俱樂部裡面討論 你只能夠跟著大家一起批評 緬甸人跟印度人 所以這一點其實在緬甸歲月 其實歐爾花了非常長的一段為之 在那邊自言自語 說 基本上這是一個他個人的一個內心戲 演得非常的深那樣子 那其實卡桑他在這裡 其實就開始在寫緬甸歲月了 所以第一個 其實佛羅里根本就是歐爾了 那到1984裡面 1984有另外一個男主角 其實佛羅里的男主角們長得都很像 都是一個瘦瘦的 然後跟他自己扮成那樣照片還蠻像 然後就瘦瘦的 然後健康狀況是很好 對然後或是有點沒有自信 或是心虛的人這樣子 但是1984裡面呢 他裡面就是 其實他在討論 1984在討論一個極度極權統治的社會 其實他在裡面這裡面討論一句說 那個1984他就在 他是討論一個三個國家 就全世界只剩三個國家 大洋國、東亞國、歐亞國 對 我終於飛起來 好 那這三個國家呢 他裡面說 溫斯頓住在大洋國裡面 大洋國跟另外兩國打仗爭 爭奪領土 可是大洋國是一個極權統治 裡面一個黨 只能有一種生活方式 每一個人 你就想像那種人民公社那種狀態 就是大家每天就是 那樣上工 然後做的事情就像機械化的事情 那這些黨員從出生到死亡 就是在監視下 那個就是 那個都19 邱仲偉在1948年寫1984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想 那個時候有電瓶、螢幕、Monitor 你到處任何時候 就是像我們現在做的監視器 像那時候1948年的預言 1984年到處都有Monitor 你到處就如果你發現 你沒有坐直坐高 然後或者是你駝背 或是你做運動 按照檔的指令做 每天上他們都要做體操 你萬物夠下去的時候 那個電瓶跟喇叭 他麥克風就會對你說大叫說 玩下去一點這樣子 對 所以說你到處都會被人家盤叉 包括每一個房子裡面 都有電瓶去監視 你在幹嘛這樣子 所以說這一段其實 其實這種躲到這樣 我覺得很shock 就是一般的大 他們的黨認為 一般大眾的教育程度 其實是不斷下滑的 不管有沒有想法 政府都認為不是很重要 因為他們想要有思想的自由 他們認為他們有思想的自由 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思想的能力 這句話說到現在好像 也非常的適用 就看到這一段 我一整個好多手的 又整個揚起來這樣子就好